上一集我告訴大家 市場上有很多歪理 你見到 內人股跌下來了 A股升一天 第二天就打回原形 基本上這個針本不應該當作利好消息 但市場就用來這樣看 接下來還有很多 平保分測完好醫生 明天接完票之後 跟著平保的股價如何走 能夠捱到等平保好醫生上市 才下跌還是怎樣 這個你逐步去看 裏面我再會詳細跟大家分析 好了 今個星期的焦點 其實除了是因為中興被制裁 接著引致信羽 瑞星一度大跌之外 最重要就是我們的企鵝 大家看看企鵝近期 1是跳水 2是中箭 3是綁著等斬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斬了 但問題是 好像是想等斬倉 你看到400元的關口打穿了 接著400元打穿了之後 接著就壓在400元以下 今天還去到380多元 這些我想很多人預計不到 但其實如果一直有跟進的節目 打從12月開始 當時我做第一次D100的時間 和大家分析騰訊業績 而那時是出了第三季的業績 我已經告訴大家 小心騰訊第四季的業績 好像開始有問題 接著就是重大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騰訊的業績出了全年業績之後 南非的大股東也沽了貨 究竟整個局是怎樣 譬如說12月跌下來 騰訊由440元跌下來 我都是看淡 下面再抽上來的話 都是繼續看淡 為什麼這麼堅持呢 中間看到什麼 我看到什麼 全市場都看不到的 我們先看看騰訊的圖 來做一個紀錄 大家看到了 左邊可以出第三季業績的時間 當時就抽到上去440元 做了當時11月的頂 好了 做完這個頂之後 你見騰訊真的插了下來 那一下呢 我記得在這裡做節目的時間 剛剛就開始我們第一次的 沈大師港投資的第一季的節目 那時候我跟大家說了 騰訊的業績 開始要留意著 有些的死穴開始出現了 浮現了 包括手遊的增長已經不在 還有在當時的環境 我發覺去到一個基數 再用增長走多一步很難 還有營運費用 廣告費 行政開始全部都增加得很厲害 意味著它第四季的業績不行 但是它會做到還能夠交到功課 就是因為它分拆 中安在線 逆任那些都頂數 所以騰訊的第四季業績 純粹是靠用財技來頂住 否則它看不到增長 當它出了全年業績 我再做個分析給大家 大家可以查看以前的貶 或者上Facebook看我 在全年分析那裏做個小小的briefing 有一個post在那裏 好了 但是 當它的股價落到366元的時間 在12月中 全國大市又做了一個大的夾升 騰訊的股價在那裏炒炒到476元 好了 很多人在外面看著我死 但是我都說 不能買 我去任何節目都跟你說 不能買 當然你說 我賣到360多400元 賣到470多元 走了就算了 但是 這個是投機 是沒有實質基本因素支持 以及估值上是不合理不應該買的 我們在傳媒說話 最怕就是引來的公公婆婆 我曾經在這裏說過有一次 嚇到我腳都軟的 在街上有個婆婆走過來說 我剩下最後一注錢 究竟買平保好還是買騰訊好 嘩 大哥 你看平保 你看騰訊 高位如果真的摸了頂 我當你平保93元 當時她問我93元 現在借平保就輸了十幾個% 大哥 你老婆婆拿著最後一注錢 買騰訊 現在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說我堅持叫大家不買 為甚麼 當然是看到一些東西有問題 今天我就和你逐步拆解 每一段升與跌 究竟市場在做甚麼 我不是要認 我只是想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 在投資市場有很多東西 你們只看表面是很容易中伏的 我們透過這次的例子 新鮮熱 我們去檢討一下 究竟過往 你中伏的是甚麼原因犯錯 你避免過 是因為你相信我那些東西 對還是不對 我們要有原因 我們不會是 我說升 然後升了 其實理由不是那個理由 就說看中了 不是這件事 我們一定要事先有個分析 告訴你原因在哪裏 然後操盤就因應市場來做 所以 不要過去就算 不要以為輸了就算 或者避倒就算 你要知道過程 還有在這裏 給多一點不為人知的伎倆告訴你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公開了 不過你不在意 或者你是古壇新丁 你不會明白 剛才那幅圖 我再看有幾個部署 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第一次公佈第三個業績 做了頂撒下來 接著第二個階段 就是由366元 炒上476元的時間 看回那幅圖 那幅圖 就是用EON和ACCUMULATOR派發的 到第三段 不用轉 第三段 就是橫行區 在上面橫行 真的派實貨 大家先記住這幅圖 記住這三段的時間 我三段就會逐一跟你解釋 先看騰訊做頂派貨的第一部署 第一站的部署 好了 轉第二章 首先來說 第一 出了第三季的業績 第三季的業績 表面漂亮 但是細節就在魔鬼裡面 我跟大家拆解了 那時候就做了頂位440元 其實是散貨的 這個位置 叫你走貨 沒錯 開始做坦 沒錯 事後你看回 覺得我錯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在那個440元 其實我也有叫大家沽的 跟最近那次470多元 叫大家沽一樣 你在440元沽 你那一刻中到366元 不過 再蓋上來 破440元 就引來全世界的攻擊了 因為我講的話 是大家不適合的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440元 你真的可以維持淡倉 是沒事的 當然我們不是那麼傻 做衍生工具不是這樣的 中間是有靈活的 但是OK 就算你440元 破頂 夾到470多元 又如何 10%左右 但是 起碼一件事 你知道那個位置 我叫你們做 是有理由是對的 好了 派發 其實在12月的時候 出了第三季的數據 出了第三季的業績 到了12月 夾上去 其實那時候 你已經有第四季的數據 你有了解實際的市場情況 你大約會猜到手遊的增長 可以不可以 所以我那時候 已經開始膽敢和大家說 你預計他的遊戲收益 是沒有增長 即是跟第三季比 是做不到增長 甚至乎有機會倒退 去到正式公佈業績前 我也是這樣說 你預計他的手遊季和季比是會倒退 這個是實拿實錢說的 是之前說下去的 不過你信不信一件事 還有12月中 他由366元炒上去的話 炒到1月底的高位 歷史高位476元 大家要記憶當日市場 是怎樣去演繹 和表達大家對他的期望 大行有沒有大行報告告訴你 不行 沒有 個個只會是做什麼 上條目標 520多、540多 最高的640 大家想想 不說目標640 你怎會用470去買 你怎會下來一路一路接 不走貨 因為你是看600多 反正跌了也要上回 這個就是市場 開始第一步洗腦 洗了你的腦 另外 就唱高目標價 再說分拆 說這東西是生金蛋 是很有利 百多東西慢慢拆 有時間你拆 有時間你拆 有時間你賺 這些就是歪理 做得到要用分拆才技去到頂條數 就是不行 就是這麼簡單 引發到全民皆股 很多人說沒有事 不會牛鑽紅鑽 因為都沒有全民皆股 都沒有雞犬皆星 都沒有做最瘋狂的那一刻 做了 就是發生在騰訊身上 不過是騰訊的衍生工具 另外當時我也跟大家說過 場外已經開始做EON Accumulator 我記得上一季節目的時候 跟大家review 騰訊的時間都說過一件事 已經做了這些EON EON是什麼呢 上集的投資教室教過大家 Accumulator就是將EON 成大幾倍做孖展 還要不是一次過給你坎貨 是要逐天接貨 逐天交收 所以你是給它 怎樣都怎樣干你的 迫著要斬 另外 散戶狂買牛熊症窩卵 逼到卵商對沖 卵商就要買證股 即是散戶入了牆買證股 逼它透過卵商去加大了槓桿 12月那下跌 我記得提醒大家 紅症爆到七彩 所以一定跌 出一隻買一隻 出一隻清一隻 到了3月21日出業之前 我是不是跟大家說過 那時候的情況 跟一月尾一模一樣 就是 爆了衍生工具 資金流用的急額 爆了 即是告訴你 不願意準備殺倉 這就是第一步 到了第二步是怎樣 第二步就是 開始了 2月那下急抽上去 即是說 落到下面 做完調整 2月9日 在大約400元那裡 急抽上去 你自己記上一幅圖 抽上去做過新高 這樣 那一刻是怎樣 那一刻的市場 就告訴你 低位買 騰訊 你不買 又笨 又走保 騰訊 每一次跌下來 一定會買 因為一定贏 沒有得輸 那一刻就 抽上去 但你記住 抽完上去之後 一直做了一個橫行區 橫行徘徊 徘徊了兩個月 其實就是派貨 那一刻是用來派貨 借分拆和全年業績將會公佈 製造了 下了藥 令你中了毒 基本上全部人都中了 騰訊毒 實際這段時間是用來沽貨的 不斷沽 不斷沽 在橫行 四百五十 然後下來 上上下下 這個 手法 在過程中一定會有東西配合 如果沒有東西配合 是成功不到的 就一定要唱 業績很漂亮 很漂亮 業績一定沒有問題 只會增長 業績這麼漂亮 就不會有貴的問題存在 如果你說它貴 是你不懂 你說它的增長慢 是你不懂新經濟 這些就是市場對我攻擊的時間說的話 當然 我不是說要翻舊 而是我要告訴你們 鼓惑人心 迷惑你們 落毒洗腦 就是這些手法 然後不斷提高目標價 640元 我記得最狼的那個 引起你們的貪念 這個做了之後 跌你是不會走的 重要 如果覺得一跌不買就是走保 你沒有用你搶 你看看 你跌下來你不怕買下去 又贏錢又撿錢 香港地片地黃金 很容易撿的 個個都有份撿的 個個都發財的 有沒有那麼大隻 夾打隨街跳 這個就是當時做到的氣氛 對市場情緒到達到非買不可 個個沒玩過股票的 現在入場的都告訴你買騰訊 不買不行 一隻不用拿 只拿騰訊 還有一個金句 這個才是極品 就是 免得說 有人說 問君能有多少仇 大好的一手 即是 你後主的池 被你改到 沒有拿騰訊 沒有買樓 真是不知所謂 對不對 當時我都說 你做這兩個動作 在當時 你會後悔一世 半年後 問君能有多少仇 坐著騰訊正在供樓 樓還未發生 所以我都不可以大大聲說 但是 我今天告訴你 半年之後 坐著騰訊正在供樓 問君能有多少仇 你的收入 乞似一缸 沖水向東流 你就知道了 所以 其實這個版本的手法 跟現在推你買樓有什麼分別 對不對 最近我看到有一個銷售 給我看的 PAN 買某個發展商的樓 他就說 一層樓六百萬 你現在買兩層樓 發展商一定會給你 二項 你只要拿5%的首期 即是60萬 就要保住兩層六百萬的樓 挺好 上車 之後 頭一年就供兩萬多元一個月 但是一年後 就供四萬八千多元一個月 但是他跟你計算 你維持一層樓 大約一年至一年半 理論上 你當樓價升十幾% 還是十五% 其中一層樓就賺了八二萬 那時候你賣出去 你就套了錢 就拿回八二萬 如果你維持三年後 你就升三十個% 那兩層樓加起來 就賺了三百八十幾萬 所以你買來供是不用害怕的 這些是人話 又是 這些樓價要你命 真的要你命 如果一年後升不到 那怎麼辦 跌了怎麼辦 到的事情 過不了你測試 上不了會怎麼辦 我要供四萬多怎麼辦 租出去租不到怎麼辦 你明白嗎 市場不斷洗你腦 洗你腦就是有些歪你 你自己的邏輯思考 判斷不了是非 明辨不了是非 你就被它倒入局 騰訊就經過不斷的 就是以前的靚業職 接著開始見頂 有跡象要死的時間 就開始發動一個傳媒攻勢 不斷提升目標 不斷透過不同人的口 告訴你這隻股票 只可以買不可以沽 不可以走 跌下來就加碼買 好了 去到第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 就是完成了洗腦行動 效果可以嗎 可以 你問問身邊的人 甚至可能問問你自己 你聽了我說的 都是半信半疑 你已經被人洗腦了 逐段跌下來 都有人買了 出完業績 其實細節我分析得很清楚 但是 出完之後 第一句 全世界說 好過預期 說明天一定會升 誰知道明天不升 跌了10元 更加抵賣了 是不是 接著有些說法 都跟到我的看法 看到細節有問題 但是 說法就是另一件事 這些是雞蛋挑骨頭 有人說我是雞蛋挑骨頭 我看騰訊的業績 這個絕對不是雞蛋挑骨頭 這個是正確的基本分析 是傳統的基本分析 不過有些人又會說 基本分析不重要 現在新經濟年代 我們不看基本分析 劉彥也是這樣說的 這樣就死得人多了 你不看萬種行程什麼走勢 股價表現 全部建基於賺不賺錢 2000年科技股的爆煩 壯烈犧牲 死亡慘重 傷亡慘重 是因為什麼 當時人們就說不用看業績 到了有人開始 對業績的細節 開始講出來的時間 就說雞蛋挑骨頭 一直繼續落藥 一直一直落藥 比吃白粉更慘 最後大股東減持2% 市場當然說不害怕 他也承諾了三年後 不沽了 但是你想想 2%已經涉及八百多億的話 接下來雖然lock了三個月 但是當lock up period完了 這些股票會出來的時間 那個壓力就會很大 還有我打個問號 大股都沒有答應過三年內不沽 他說在未來三年沒有沽的意向 不是一個binding的東西 不是一個oral contract 沒有binding power 一定是他可以隨時改口的 不過說我沒有這樣的意向 但是如果形勢變了 就不同了 就是說這件事又不做得準 總之下來了 405彈上來 有些人蟹了 蟹放不沽 低位要再溝 405彈上4300你不沽 第二次405彈上425你不沽 但是其實你只看到低位一定彈 但是你見不到彈的力越來越小 高位越來越低嗎 好了結果到最近了 400元血肉長城 穿一穿又上回來 但是已經彈不到415 420了 最終就是這個星期 打穿400元 下了390元 今天低見383、4元的位 那即是現在告訴你 陶新門關了 下了一個閘在400至405元 不要妄想得回 如果再過一個多月 去到6月中的時間 當解禁股可以出來拆倉 我估計那些貨 其實是做了對沖 或者做了沽空來對沖 那你就知道出事了 而6月的時間 正正是什麼 明明2018年第一季的業績 你想想 如果第一季的業績 我估計很大機會 因為手遊的增長有限 沒有了分拆的貢獻 盈利的貢獻 相對於第四季 是會跌得很厲害 而去年的第一季相比 因為去年第一季已經爆了王者榮耀 已經行了一個高基數 那你看看做到多少% 即是好說不好聽 一個不小心 和去年比只有10-20%增長 你現在這個估值值不值 第二和上季比是大幅倒退 那你死不死得 那時候那些解禁股一起出來 就用來做底 所以你問什麼位置買 現在什麼位置都不能買 未到6月出貴度業績 未到解禁股出來 什麼位置都不能買 當然你說買來 但是是會有的 但這件事我們無謂如目求緣 所以騰訊跟著要怎樣辦 我們看看下一張章 何去何從 左邊就是溫水煮蛙 大家看 還是很開心 但其實是煮熟他的 不要吵他 第二就是我不說了 因為有一點粗口 你看看高登神秀 又是找一隻企鵝 你可以知道 接著會怎樣 老實說到現在我要說任何事都沒用 因為陶珊門已關掉 股市的陶珊門還未關掉 但是你看看 只是指數還未破位 很多股票 我早幾天統計過 9隻跌穿了250點平均線的籃籌股 有20多隻跌穿了2月份的調整浪低位 那時候是29,100 即是說現在雖然在3萬點 但是有20多隻股價已經在29,100以下 還不是熊市 還不是熊市 熊了 美股也是 當然 技術上還未完全確認 沒得說 但是基本因素是沒得騙的 因為接下來你會見很多問題 當然有很多問題 過去兩個星期曾經說過 態度軟化和解 有改進 比如給中興通訊上訴 給文件 這個就是詭計 就是用來把市場抽一抽 說習近平軟化 又抽一抽 特朗普說有得談 又抽一抽 但是每一次抽都抽不起 一抽完就扔下來 可以告訴你 剛才說的因素 完全沒有改善過 還是會惡化 你要從雲觀的局勢 比如說剛才有人在Facebook問 會不會真的因為中興這麼嚴重? 所以習近平會調節他的步伐 會跟美國跪低? 我可以告訴你一定不會 用另一個角度想 中興通訊出事 可能對習近平有利 我們不知道 你要知道傳統江系當日 霸佔了石油、金融、電訊業 現在石油搞定了 金融就搞得七七八八 接著應該搞電訊 詳情在第二節收費節目的時段 再跟大家談